我们要来介绍一下二次曲面在光学上面的性质 那么各位同学要知道 抛物线如果我们把它旋转 这就是一个抛物面 那抛物面的话呢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这是焦点 那么由焦点我们的话呢 当作一个光源 我们的话呢根据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可以发现什么呢 它的话呢都是出现的都是一种直线的光 那么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是直线的光波的话呢 或者是任何的波 它都会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聚焦 从外面弹进来都会在这个地方 相对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如果说是焦点的话呢 那么我们也可以直直的出去 那么这个是投射灯上面 我们的话呢就利用的这种叫做反射的性质 那在这边的话我来介绍二次曲面在光学上面的应用 那么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地方的目标是我们来解释反光望远镜的它的原理 在介绍之前的话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抛物面是怎么样的反射性质 假设这是一个抛物线 那这个点叫做它的焦点 那么它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抛物面 它的话呢这边是非常的光滑 我们的话呢将它旋转出来以后车出来一个抛物面 那这边的话呢是我们的光源或者是我们的接收器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我们的话呢光线的折射是怎么折的 好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的话来说的话呢 反这个地方的话呢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它将会在这边聚焦 所以我们称这个点叫做焦点 那么也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我们的光源放在这边 我们这边的话呢反射出去都会是一个直线的方向 那我们就可以做成一个探照灯直线的 那这是我们所谓的抛物面的反射性质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性质 椭球面这是一个椭圆 假设的话呢我们把它旋转出来以后就变成了一个立体的球 那么有球的话呢这里面的话呢是有两个焦点的 那焦点什么意义呢 如果说我们的话呢从这边出发或者从这边出发 好来我们的话呢我们出现了一条光源出来 好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光源的话呢从这边射过去 它将会射到另外一个焦点上 也就是说假设啊我们这边做一个椭圆的一个撞球台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呢是光滑面的 我们的话呢都没有打到旋转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随便直线打过去 它将会一定会进入这个另外一个焦点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椭球的性质 也就是说这边的话出来就到这边 这边的话呢反射过来它将会反射到这边 这是一个椭球面的一个反射的性质 那么这两个的话呢都综合起来的话呢 我们将来介绍一个光学的性质 就是反光望远镜是怎么做的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原理 反光望远镜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抛物面 来我们的话呢再来我们再做一个椭球 来我们再做出来 好这个的话呢是抛物面的焦点 那么这边是一个椭球 那么我们的话呢这边的话呢 我们只要这一部分就好了 好假设是这样子 来我们来看看它的光源是怎么做的 现在的话呢我们在遥远的光 直线的进行之后 透过了这个这叫做抛物面的话呢 它将会射到哪里去 它将会进入它的焦点 进入焦点之后的话呢 到了这边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是一个椭球面 那么它会到另外一个焦点去 进入这边 那么各位同学我们再画一次 这边也一样 直线 进入焦点 这是共焦点 然后的话呢将会 也是进入到这另外一个焦点 来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来看看 眼睛的话呢放在这边 我们的话呢就造成了一个 有颠倒的效果 而且的话呢 它的话呢会有放大的效果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反光望远镜的原理 它的原理就是 一个抛物面 一个椭球面的一个镜面的组合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